嗨大家好我是丁丁 上次我不是去Costco挑戰18吋的披薩嗎 然後就順便買了Costco我最喜歡的烤雞回來 你們一定以為今天我要吃烤雞對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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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把Costco的兩隻拳雞拿去炸 我要用兩種粉來炸 一種是乾的粉 炸起來就像鹽酥雞、雞排那種 就是地瓜粉 然後第二種是美式炸雞那種濕濕的粉 要把粉跟水用10比8的比例調整粉醬 拿去炸就變成美式炸雞 就是 啃爺爺啊 麥叔叔那種炸雞 那我們就來料裡吧 好啦我們要來炸雞了 首先起一個油鍋倒入 先倒半鍋應該可以吧 把油燒到160度到180度 就可以炸雞啦 再我們來調酥脆粉 絲粉 先把它攪拌均勻 看濃稠度夠不夠 好像很可以 好了我們的絲粉完成 要炸乾的粉 要炸乾的粉 這個就不用調了 等一下 烤雞直接 沾上去就好 我們來試看看油好了沒 這種程度就是可以了 因為你粉丟下去 它就會馬上跑起來 油滾了 我們把烤雞沾滿粉吧 我們準備把烤雞丟下去囉 我們準備把烤雞丟下去囉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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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手會不會炸到啊 你看 看起來超酥脆的 跑跑跑 要起鍋囉 好酥脆的 再來我們來炸乾的吧 再來我們來炸乾的吧 蘸糖粉我們要開始炸囉 好 一 二 三 三 乾的粉炸起來就是脖皮嫩劑的 因為覺得哪一種比較好吃 等一下炸好上說我們再來看哪有比較好吃吧 好啦差不多要好了 那我們就起鍋來試吃吧 好了 乾的也炸好了 那我們就上桌來試吃吧 完成啦 那我們就來試吃看看吧 我們現在吃這個 絲粉的 脆皮 直接拿起來啃 嗯 這是烤雞本身的味道 可是它的皮變成很脆 欸我覺得好吃耶 這次算成功吧 雖然外表看起來沒有很好看 你們有聽到嗎 烤烤烤 欸好好吃喔 這樣算創意嗎 把烤雞拿來炸 兩隻炸全雞 好酷喔 吃它的雞腿 雞腿 超脆的 超脆的 好好吃喔 好喔 恩 超好吃的耶 超爽的好脆喔 那我們來吃乾...乾粉的吧 先拿才肯 好好吃喔 我們來吃它的雞腿 嗯... 這皮好好吃喔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它的烤雞 然後把它拿來炸之後我又更喜歡了 因為皮就變成脆了 而且Costco烤雞一絲才189 超便宜的 我覺得很好吃又很便宜 之前我都只有單吃烤雞 然後我就想說把它拿來炸看會不會變好吃 結果變超好吃的耶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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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買起來的話我喜歡吃脆皮的 因為它真的好脆啊 這個就沒有那麼脆 然後薄薄的一層 我超喜歡吃那種... 好啦...其實我就喜歡吃粉的人 就是炸雞的粉越多我越喜歡 我都會吃那個粉啊 我去買脆皮雞粉的時候 它不是會撈很多屑起來嗎 我就會跟它要來吃耶 反正都要丟掉的啊 而且那個超好吃的 你們也喜歡吃屑屑嗎 嗯... 再來我們來變換吃法吧 我們來加胡椒粉 這也是好市都買的 味美好 容量超大超划算 那我們就把它倒一些來沾看看吧 嗯... 沾黑胡椒粒就增添它的香氣 我覺得...嗯... 好吃 蠻好吃的 你看 嗯... 再來我們來摊這個烤雞粉 我去好市多超喜歡買這一罐的 我覺得這一罐 加義大利麵啊 然後加炸雞啊 烤雞都超好吃的 這一款喔 是烤雞肉的 它有一款是牛肉的粉 我覺得那個不好吃 一定要是這個 烤雞的粉 來沾看看吧 這粉超香的 我有時候吃鹽酥雞 或者是雞排 我會把它拿來灑在上面 超好吃 我覺得超搭的 那我們來加泰式甜辣醬吧 感覺這個就很搭 因為不是有泰式雞排嗎 你們有吃過嗎 你們來吃看看 很搭 很搭耶 好好吃喔 而且我還喜歡吃一種醬 蕃茄醬加糖粉 超好吃的 兩個這樣加起來之後 你把它沾薯條啊 小雞塊啊 都超好吃的 比原來的蕃茄醬好吃超多 真的要去試看看 雞腿 兩隻雞 兩隻雞 超爽的 我們先來把雞腿吃完吧 我們先來把雞腿吃完吧 你們看這個皮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你看這個皮 好 Trans一 ω 兩隻雞腿吃完 兩隻雞腿吃完 不 不 我先放一片 一片 我先放一片 我先放一片 這裡面有大部分 有在你中間的尺寸 很重 你不要再去 你這個畫面 我會想說 你把我放在車上 我放在這裡 我把你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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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块 全部吃完了 我觉得今天这样真的超好吃的 我觉得把它拿来裹粉炸真的是一个超好的方法 这样真的超好吃的 烤鸡立马变炸鸡 好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按赞分享 如果你想看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 带我来往钉钉 我们下次见 bye